生命告微之时 女人挺身而出 不顾危险亲手为猎豹食物救回猎豹性命 几年后她们再次相遇 猎豹竟跳起来迎接女人 猎豹是一种珍贵的动物 也是非常受人们欢迎的猎手 在某个国家的边境地区 当地政府发现了一只年幼的猎豹 它被抛弃在森林中 需要被送往城市的野生动物保护中心 进行抢救和治疗 为了确保猎豹的安全 政府决定把它运往保护中心 运输过程需要跨越数百公里的范围 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进行 政府聘请了专门的运输公司 他们负责猎豹的运输和照顾 这只年幼的猎豹身体虚弱 似乎已经被饥饿和孤独折磨得无法自理 它很可能是被遗弃的孤儿 已经失去了母亲的关爱和保护 因此 在这个艰难的运输过程中 猎豹需要额外的关爱和照顾 猎豹将被运输到的野生动物保护中心 可以给小猎豹进行专业的治疗和护理 这个保护中心是一个现代化的机构 为野生动物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保护 虽然运输猎豹的过程十分危险和复杂 但是政府和相关机构仍然致力于确保只只珍贵的动物得到最好的照顾和保护 在猎豹运输过程中 工作人员面临了许多困难 首先 猎豹是一种高度敏感的动物 它需要特殊的照顾和保护 其次 运输过程需要跨越数百公里的范围 需要面对复杂的道路和气候条件 因此工作人员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进行每一个步骤 在运输过程中 工作人员首先需要确保猎豹得到足够的营养和水分 因此工作人员不得不通过管道给它输送营养液和水分 另外一个困难是运输过程中的气候条件 这个地区的天气变化无常 有时候会下大雨 有时候又会刮大风 这些极端的天气条件会对猎豹的健康和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作人员特别准备了保温带和雨具 确保猎豹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温暖和干燥 在整个运输过程中 工作人员必须时刻保持警觉 密切关注猎豹的健康状况 他们定期给猎豹测量体温 检查呼吸和心跳等指标 确保他的病情得到及时控制和治疗 猎豹感染疾病的过程非常突然和令人担忧 工作人员最初注意到猎豹出现了不寻常的症状 如食欲不振和懒散无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 猎豹的症状变得越来越严重 他开始出现呕吐 腹泻和发烧等症状 工作人员很快就意识到猎豹的状况非常危急 由于猎豹是一种野生动物 工作人员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方法来诊断和治疗他的病情 工作人员尝试了各种方法 包括观察猎豹的症状和行为 检查其体温和心跳等指标 以及进行血液和尿液检测 然而这些方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诊断结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猎豹的状况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他开始出现呼吸急促和昏迷的症状 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他的生命安全 他们不断尝试各种治疗方法 包括口服药物和注射药物 但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工作人员感到手足无措 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这只猎豹 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 并且需要更高级别的专业医疗团队 才能够提供适当的治疗 然而 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和时间的紧迫性 他们无法迅速得到外部帮助 尽管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沮丧和无助 他们仍然继续尽力拯救猎豹 他们不断地关注猎豹的症状和反应 并根据情况进行调整治疗计划 他们还与外部专业医疗团队进行沟通和咨询 以获得更多的建议和支持 尽管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工作人员仍然坚定地努力工作 希望能够拯救这只珍贵的生命 但是 这个任务并不容易 由于猎豹过于虚弱 她无法自己进食 也无法接受受医的治疗 这时 一个勇敢的女人挺身而出 决定冒着危险亲自照顾猎豹 得知猎豹生病后 她立刻向队长表达了她愿意照顾猎豹的意愿 队长欣赏女人的勇气和同情心 并且同意让她负责照顾猎豹 女人开始认真的研究如何照顾猎豹 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并且与兽医交流 获得了必要的指导和建议 女人在准备过程中 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食物 水和药品 以及必要的工具和设备 例如刷子 剪刀和手套 当女人接管了照顾猎豹的任务后 她开始试图与猎豹一步步的建立联系 她与猎豹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逐渐用缓慢的动作和轻声呼唤来引起猎豹的注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 猎豹开始逐渐接受了女人的存在 并且放下了警惕和攻击性 女人每天为猎豹清理运输笼子的环境 提供食物和水 并且根据需要为猎豹提供药物和治疗 她不顾危险地用手为猎豹食物 确保她能够摄取足够的营养 女人时刻留意猎豹的身体状况 如果有任何不适或者异常 立刻向受医求助 女人深刻地意识到 为了让猎豹恢复健康 她需要采用特殊的方法喂食猎豹 因为猎豹正处于生病的状态 很可能食欲不振或者食物吃进去后会呕吐 因此女人决定亲自喂食猎豹 以确保她能够正常进食 起初猎豹非常抗拒 总是试图摇女人的手 但是女人没有放弃 她循序渐进 慢慢地将食物递给猎豹 同时给予猎豹鼓励和奖励 比如温柔的声音和小零食 随着时间的推移 猎豹逐渐地适应了女人的接触 并且开始渴望更多的关注和爱抚 女人用手喂食猎豹的过程 也成为了她与猎豹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方式 每一次喂食 女人都会观察猎豹的反应 了解猎豹的喜好和饮食习惯 并且不断地调整和改进自己的喂食方式 同时猎豹也逐渐地放下了警惕和防备 开始表现出对女人的信任和依赖 女人的照顾和关爱 加上兽医的专业治疗 让猎豹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女人的坚持和努力 不仅让猎豹的身体得到了恢复 也为女人和猎豹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情感纽带 在照顾猎豹的这段时间里 女人深刻地领悟到了与动物相处的真正含义 也让她更加珍惜生命的每一个细节和瞬间 几年后 女人和猎豹再次相遇 这一次 猎豹已经康复了 并且变得更加健康和强壮 当她看到女人时 猎豹高兴地跳起来 迎接着她 绕着她不停地转圈 用自己已经太过硕大的身体蹭着女人的腿 那模样像急了很久没有见到母亲的孩子 女人不停抚摸着猎豹 她早已热泪盈眶 为这场久违的相遇感到兴奋 这次相遇证明了 猎豹和女人之间的友谊是真实而持久的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 她们之间的纽带仍然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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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之间的纽带仍然坚不可摧 她们之间的纽带仍然坚不可摧